鳳凰月 其實我們第一次推出鳳凰月的月餅 就是2014年 今年就已經做到第四年 當時公平棧的創辦人 就想推出和中秋有關 又有公平貿易元素的產品 最初是想做一個像冬瓜蓉 類似老婆餅的產品 但後來就發現 鳳凰月更好 用菠蘿蓉來做餡 238元一盒8個鳳凰月 今年就限量賣2000盒 用菲律賓金菠蘿做餡 不會太甜 算甜到剛剛好 有人就覺得太貴 但其實貴是貴在 在背後的一班工神 一班葵聖街坊婦女的心機和考手 來玩的 其實初初是想著 不是經常上班 少梅以前是幼稚園老師 跟現在做月餅完全是兩回事 如果說壓力 以前扭轉壓力大一點 但現在不僅沒有壓力 工作還非常開心 這是街坊 這是在對面 這是在家裡不煮飯的 她老公問她 你懂得炒菠蘿 你不懂煮飯 你懂不炒菠蘿 她拍給老公仔 不過做這個鳳凰月 最重要不是廚藝有多高超 而是耐心 炒菠蘿不是在家裡煮一餐菜 那麼簡單 不是因為它真的很長時間 不是兩個小時 然後最後一個小時 真的要攪拌 如果不是很容易貼底 而且每個步驟 他們都沒有機器幫手 全部都是人手製作 累的痛的 回去都塗油的 手腕痛 不要說炒 我這兩天很痛 星期六我都上班 我批了80個菠蘿 我的手震了 不過辛苦過後 那份滿足感 又真的沒有東西可以代替到 是很開心的 做完 做完月餅後 我們要一起吃一頓 一定要鬆一下